或許您還記得愛心傳抑鬱送炭到泰北這句口號 也或許您曾經被電影抑鬱的悲壯感動過 不過您知道嗎 作家博揚筆下的抑鬱美思樂 如今已經變成了泰國重要的茶葉生產基地 聯合報的特派記者林以軍 獨家前進美思樂 為您探訪當地的轉變 山路蜿蜒中窗外英語綿綿 年近80的李友森 彷彿回到當年在山區叢林裡 與緬軍作戰的惶惶不安 當時他才17、18歲 因為一次情報錯誤 讓他到現在都還走不出悔恨 七七燒燒 七七燒燒的 我那個傳令人就說 他說 長官啊 他就把我囊倒 他就一槍就按到他腦門頭 這個太陽鞋子裡 那時候離去從哪裡來也不知道 我跟你講 就把他背起來 他就跑啊 直到再也走不動 只好忍痛把傳令兵艾曼就地掩藏 許多孤軍將士都是這樣有去無回 只剩下永遠無法取下的兵集牌 對 陣亡的 全部是陣亡的這些 孤軍凋零 抑鬱也改了模樣 但這一名文使館還提醒著 1949年國共內戰後 中華民國國軍的悲狀 大陣上面林將軍跟六十方白色稱商 那個李國會將軍 這兩位戰軍就是分為第八軍跟第26軍 從昏明又打又退到了原疆 這位戰失敗 因為橋隊炸亂 所以的話小紅會就退回去越南 大部分就是陸陸續續地 退下來這個緬甸 那緬甸軍打不過的話才投訴高到聯合國 聯合國是因為他們撤牌回台灣 小部分孤軍為伺機反攻大陸 留在泰國北部生活 他們替泰國平定苗共和泰共 泰皇蒲美鵬親自頒授徽章 遇此泰國拘留權給段錫文將軍 讓孤軍就此名正言順 留在泰北青來的美斯勒等地 但終究被視為外來者 活動範圍被侷限在泰北 生活條件嚴苛 直到1982年宇宙光雜誌社提出 送炭到泰北掀起台灣香港各界的救濟風潮 中華救助總會團長工程業的雕像就立在溫室館外 美斯勒街道上也還能看見舊總捐助的字樣 舊總帶來的種子改善了孤軍的生活 其中的茶樹更徹底改變美斯勒的地貌 柏陽曾這麼描寫 他們戰死與草木同朽 他們戰勝仍是天地不容 但這群曾被遺忘的孤軍 如今就像來自台灣的茶樹一樣 適應泰北 榮首茁壯 我認識了